歡迎大家參加肥妹仔大阪美食團 還有三個多小時後 飛機將會降落大阪 然後我們的飲飲食食之類就會開始了 現在已經是九點多 很餓 我選了來深沙橋 去找我的第一餐 可以說是宵夜 但也是今天的第二餐 其實走過去吃東西的途中 我已經很想很想買東西了 因為沿路的東西真的很划算 但我應該是有時間去途中 因為我早了一個站 快點吃東西 終於來到了 這間叫力園 是一間很受歡迎的燒肉房題 原本很開心終於來到 後面有兩個來的 但原來要等半小時 不過不要緊 好吃的東西是多人等的 剛剛一上來有很多香港人 待會吃的時候再拍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這樣 等了三十分鐘 終於進來了 看看菜單 它分了兩個價錢 貴一點的就什麼都吃得 便宜一點的打了星星就不能吃 可以 哇 我現在隔著螢幕也想再吃 我不客氣了 哇 在一眾的佳麗裡面 我覺得十九號是一定要結束的 如果大家來吃 記得一定要叫十九號 肥妹仔飲食完第一晚就結束了 讓我回酒店睡覺 早晨 早晨 現在很早 九點鐘 我要去黑門市場吃我的早餐 今天的第一餐 我要吃很多很多很多海膽 很多很多很多和牛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拖羅 吃飽飽才有氣力逛街的 日本橋站280日圓 其實去日本橋站很方便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早呢 因為早點去吃完之後 就可以去旁邊的站 南波站 開始慢慢走 走上心齋橋 走整天都行 第一站 黑門三平 我來到我第一個要覓食的地方 就是 要買壽司吃 聽說這間店 是很多很好吃的壽司 很新鮮的拖羅 這裡的壽司和魚生 主要都是分開一盒盒地買的 哇 大家看看 才1980日圓 我不客氣了 這碗這麼足料的麵士湯 我記得只要加150日圓 然後就是氣肉 就是一定要吃的即開海膽 我們選完之後 這個白白就很細心地 幫我們挑內臟出來 哇 我不說話了 我吃東西了 吃完氣肉 就是氣肉之中的氣肉 這個就是 傳說中的神戶牛 還有一點都不貴 哇 它還有一個神戶肉食保證卡 那就珍珠也沒有這麼新 嗯 入口即溶 就是這些 臨走之前呢 我都吃多了兩個即開的生蠔 但我就覺得有點太鹹了 吃得好飽 我走不動啊 不行 我要去逛街 逛完之後 再吃過 哇 咦 為什麼每個人都在這裡舉手呢 哦 原來在這裡假裝他 我都不收拾 做一個指定動作先 拍完把指定動作相 就正式開始有購物之旅了 不要看啊 這隻 不要買了好不好 不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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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Hello Kitty 或者Samuel家族的朋友 一定要來這裡 有好有趣的兩部抽獎機 放在門口 咦 為什麼只剩下兩張紙 我是一個極度幸運兒 其實我剛才是想真的抽新的手套 但誰知道 但誰知道 那個姐姐說只剩下兩張紙 其實只剩下這兩個 就是送一個大獎給我 所以我兩次抽獎的間 現在只剩下三個獎 一個大獎給我 但是沒得抽獎 很好看 然後我很開心 嗯...走了這麼久 我要補充體力了 我發現現在好像變成一個美食Youtube頻道 但是呢 這個真的 又是一定要吃 好像很多東西都一定要吃 因為是很多人排隊的 那我剛才就不知道人家在排什麼 我看到那兩個人排隊走了 然後看到伊伊金運排隊了 我就上來 誰知道原來 剛才那些人在排每天限量出售的Pancake 應該是最好吃 最鬆軟的那隻 限量40個 只有三輪 這樣呢 我現在來到 雖然沒有那個最好吃的那個 但是我想這個也很好吃的 這個是Original 嗯 我不客氣了 就是你了 剛才很多人排隊都要吃那個就是你了 如果下次來一定要吃到你 嘿嘿 沒錯 又是吃了 沒辦法了 天黑了 我要吃晚飯了 現在是晚上的9點幾 這樣呢 又吃了 但是 原來 9點幾來到這個 很多人都有介紹的 大喜水產 麵狗 煮壽司 這個時間就沒有了海膽了 我最想吃的是海膽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來吃我 就來吃吧 來吃吧 肥妹仔 飲食團第二天 結束了 明天吃少一陣 因為要去環球影城玩了 好啦 就走了 おやすみなさい おやすみなさ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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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